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石榴的营养特别丰富 成熟的石榴皮色是鲜红或粉红的 常常会裂开 露出晶莹剔透像宝石一样的果肉 口味鲜甜 石榴虽然吃起来有些麻烦 但是可好吃的 是的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石榴的画法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画石榴的口诀 先用折线画头顶 再把圆圆脸蛋画 咧着嘴巴笑哈哈 最后再画豆 豆 牙 小朋友 让我们再来熟悉一遍口诀吧 先用折线画 先用折线画头顶 再把圆圆脸蛋画 咧着嘴巴笑哈哈 最后再画豆 豆 牙 接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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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按照口诀画一画石榴吧 先用折线画头顶 再把圆圆脸蛋画 咧着嘴巴笑哈哈 最后再画豆 豆 豆 牙 涂上颜色 石榴就变得更好看了 游石榴 你会想到哪些好玩的情节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宝宝画廊吧 这个有趣的情节发生在水底餐桌上 这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原因 桌子突然开始不停的颠簸 食物从桌面上滑落下来 两只神奇的手将苹果和石榴拖了起来 瞧 石榴的果粒都弹了出来 水果们又惊又喜 不知自己被试了什么魔法 一上一下 倒是挺好玩的 哦 大石榴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看它好丑 好无奈啊 原本石榴和柿子还有西瓜 好好地呆在盘子里等着主人回来 可是突然间来了一只小老鼠 石榴发现老鼠正在打它的主意呢 所以石榴太着急了 它想用这样的表情把老鼠吓跑 哎 也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能够起作用 欣赏完两幅作品 小朋友 有石榴你会展开怎样的想象呢 快来画一画吧